好啦 今天講的熱點主題 就關這個石油事啦 是不是? 石油 石油就影響過我們三桶油的啦 石油股板塊今天就講這個熱點主題 就講過石油股啦 石油股 究竟我們買不買呢? 那譬如有錢 我們投不投資石油股呢? 我們香港三桶 即是國內的三桶油 那我們首先考慮一下熱點板塊裡面的概念先啦 石油板塊 那受什麼影響呢? 中東政局啦 中東混亂啦 海峽出現問題啦 那麼伊朗總統最近 舵機死了啦 都是影響了中東政局的 我相信會很亂的 我相信之後都是 那麼如果亂的話呢 那個海峽出現問題的話呢 那麼石油價格會走高的 那麼還有一個OPEC 恢復市場產量計劃啊 剛剛宣佈 即是增產啊 那麼增產的話 對石油的價格呢 就會有影響的 因為你供應多嘛 那麼 那就會有影響的啊 那麼還有一個以巴戰士緩和啦 那麼其實就不是很關事啦 以巴戰士啊 那麼石油供應量增加 就影響石油價格 這個很簡單的而已 那麼需求減少 為什麼啊 其實現在全球經濟還是弱勢啊 工業啊 航運啊 需時復償是要時間的 不過現在已經會好很多的了 啊 那些飛機航班啊 輪船啊 交收那些已經是進步了很多了 那麼但是有一點呢 新能源汽車增加了很多量啊 那麼長遠來說呢 石油板塊 就是石油 石油股是不是一定是這麼好賺呢 那麼以後 但是我相信 新行軟汽車呢 那麼短時間呢 影響不到石油汽車很多的 因為石油汽車的量實在很多 那麼你的新行軟汽車 一年才弄了幾百萬台全球 那麼 替代不了這個石油汽車的 短時間不行的 長時間會 那麼要等啦 那麼基本上呢 那個石油影響那個 新行軟汽車那個價格啊 或者那個石 新行軟汽車影響石油的價格呢 暫時是微不足道的 不是多的 但是留意著 那麼好了 今天講的三桶油呢 大家都認識的了 如果你留意開股票 那麼中海油 中石油 中石化啦 這三桶油 那麼中海油 中石油呢 這兩桶油呢 就直接對油價很敏感的 那麼油價 油價升呢 他理論上 他有上升動力的 那麼中石化就調轉的 中石化 中石化呢 就是煉油 那煉油呢 石油價格高呢 他成本高呢 就賺錢賺得少的 那石油價格便宜呢 他又賺錢賺得多的 剛剛好調轉的啊 不要搞錯啊 那麼首先看看中海油啦 中海油呢 那個走勢是很漂亮的 那麼周線圖 這樣騎著上去 上升巨浪 這樣抽上去 那麼 來到這個位呢 開始出現阻力的啦 相信是 都會有回吐的啦 那麼突破了14元 就拉了6元上去 那麼重要 中海油呢 就創了新高的 那麼 以前的價格呢 是突破了的 我們看一下月線圖 那麼當然會隨正派息啦 那麼其實已經創 拉了很高的啦 中海油啊 那麼來到這些位 會不會是一個調整 調整訊號呢 在熱線圖 哈 有機會回一回啊 都升得很急了 這樣升法 這樣升法都 來到這個前方阻力啊 這個啊 那麼看一下這個月呢 他的手勢怎麼樣 那麼有機會回一回的啊 不是說喂 長升的啊 謹記的啊 那整個中海油的走勢就不錯的啊 那麼首先看回中海油的基本分析 剛才看的技術分析呢 他的趨勢是向上的 是好的 那麼看回成盤生意 2022年和2023年 那麼比較一下先啊 那麼生意額做少了的啊 2023年啊 那麼你 COVID-19 那麼2022年啦 2023年沒有了 沒有COVID-19啦 但是生意額少了的啊 那麼不知為什麼會少了啦 那麼資產淨值呢 是值15.4的 那麼現在大概20塊 那麼 那麼大一個PB 1.1 1.2幾啦 1.2幾這樣 那個PE是7.2的 那麼不貴的啊 那麼派息呢 2022年呢派特別股息 那麼全年有差不多26厘的 那麼你炒 即是投資的股票呢 幾抵投資的 那麼有時候派特別股息呢 你賺息賺價 你拿到的啊 2023年呢就派9厘 9厘6 那麼都不錯啦 好好的啦 那麼好過放銀行很多的啊 那麼每股盈利呢 倒退的啊 那看著啦 就是2023年和2022年呢 他賺少了錢的啊 你謹記哦 他一賺少了錢呢 就是股票升了上來啊 還要拉升啊 就為什麼呢 因為他市盈率和息率吸引 所以錢才會流入的而已 不是代表那盤生意好啊 記住啊 這件事 不是那盤生意增長 就拉回股價上去 那麼這個有些缺點的 中海油 那中石油啦 中石油一樣啦 中石油的那個石油價格升 他就會有幫助的 石油價格弱 他就會 立住的 那麼這條線呢 就是橫行了 10年了 這條線啦 2012年呢 就在區間 一個阻力區來 就是8元 就是8元了 現在來到8元呢 他是有阻力的啊 那麼現在整個平台區突破了 這個位 會不會來到這裏會有調整呢 我相信有些可能啊 那麼他隨正前 隨正前或者震一震 會震回來會做息 set都不出奇 那 你首先我們看一下 今天 這個星期呢 大家留意著啦 如果有中石油 中海油的朋友啊 那如果 這個星期 五 他收市低過多少錢呢 收市低過7.6元 那就要小心了 那麼現在是六月初而已 但是如果你月中已經低過7.6元呢 那麼 好像很快就除淨了 是不是啊 什麼時候除淨呢 看看先 我們的軟件有財務資訊啦 在資源裡選擇都可以的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你的公司什麼時候除淨啦 在我分紅派息那裡看 6月18號除淨 那麼6月18號除淨 那麼除淨 派幾錢息 我看看先 派兩毫三指啊 就是大概兩毫六港幣左右 那麼如果六月派息 那麼除淨會跌下來的 就有機會啊 那麼要留意著啦 那麼這個如果組成的陰陽足模型呢 就是 頂部模型來的啊 會回吐的 如果出了來啊 成就出來會回吐的 那麼留意著啦 如果有 有這個股票的朋友 為什麼呢 因為 他走了上來啊 走到阻力區了 那我剛才畫一畫一畫圖 大家看到的啦 走到這個阻力區了 已經去那裡啊 那究竟能不能突破到呢 那是重點來的 如果突破不到呢 要回吐的喔 那看上去他的數據又很美的 市盈率又不是差的啊 這隻股票啊 即是他不差的啊 市盈率啊 還是漂亮的 那些股票 那會不會抽高一點點呢 都不排除這樣的可能 啊 那就視乎你是用來收息啊 長期收息啊 還是說 用來 炒賣呢 如果炒賣就小心一點 如果是長期收息的話 你就不用理會的 用來收息啦 如果高位賣就不好啦 如果八個幾賣就小心一點啦 一派完息我怕走回到七元 好啊 中石油就看看他那個 重點啦 突破橫區 那麼這個區間呢 就是 重要阻力來的 這個上面啦 八元 八元重要阻力 究竟他充不充過呢 充得過呢 就好世界啦 有機會挑戰十元的啊 不是開玩笑啊 充回到十元的啊 那麼留意著發展呢 那麼我們看一下大匯的資金 怎麼流向 那麼中石油基本分析呢 大概看看生意額啦 他是倒退的喔 生意額 沒有了兩千幾億的喔 我不是不知道 為什麼中石油會做生意少了呢 那麼資產正值是8.6的 那麼理論上的資產正值呢 就好過中海油的 那麼PE又比中海油的 它有5.35啦 中海油7.2的啦 是不是 就是每股盈利 那麼它有增長的喔 那麼中海油是沒有增長的 就是到賺少了 它中石油就有增長的啊 就是理論上 如果看基本分析呢 中石油是幾漂亮的 那些數字幾漂亮的 比中海油更漂亮的 那麼派息啦 派息九里幾都不差的啊 那麼2022年呢 就派13厘的嘛 那有些特別股息 那麼今年沒有了應該是 那麼還有講中石化啦 那中石化 那在走著盆底模型 那麼中石化成一幅圖呢 就是現在就這樣看圖 三間公司來講呢 它的技術分析走勢呢 就是最弱的了 就在下方在橫著 走著這個盆底動作 就偏弱的 那麼從來都彈不上去的 那麼就比較保守 但是問題呢 突破下降趨勢線 和雙體的趨勢線 雙體呢 它是有些動力的 讓大家看一下啦 這個 那麼它撐穿左 那麼在這裡有個阻力位在那裡 那麼來到五個半的阻力位 現在呢 它就開始有回套 回套樣子了 那麼會不會是一個 雙頂回套模型呢 那麼 又不似的 因為 它不會跌這麼深的嘛 那麼來到這個阻力區呢 那就回套了 那麼有可能繼續回套的哦 現在 這個走勢弱哦 最弱就是中石化了 現在的走勢了 但是看它那個市盈率啦 那個周息率呢 你回套 都是可以參考去吸納的 這隻股票 讓它回套吧 那麼這些是比較中線一些 安全一些的股票來的了 那麼就等它回套的時候去考慮吧 這個股票 那麼上方阻力就很大壓力的了 上方啊 5元 5元半已經有阻力 第二個位就是6元半了 那麼要有很長時間才能上去的 沒有這麼快上去的 那麼回套是 都是機會來的 我相信這個中石化 本身呢 這間公司是可以的 還有油價如果回落的話呢 低位盤整區的時候呢 對它有利的 中石化 那麼看看基本分析 就是 盤生意額呢 他就 幾好 維持到的 比較 比較兩年 那麼 資產證值還更加高 更加高 現在到4個幾個 資產證值7.37元 PE7.6元 幾好的這個都 可惜盈利倒退 2023年 差了些 2023年 息率有7厘 息率增加派息 都不错 中海游883 我们看看技术分析比较 三只股票怎么比较呢 这个技术分析 创新高的中海游 很厉害啊中海游 中石油未创新高 中石化更加不会 因为中海游的金额小 做四千多亿生意 人家做三万多亿 很巨型的中石油和中石化 创新高 趋势呢 就是回吐买入的营建 中海游推荐回吐买入 什么时候回吐多少 等着回吐 不要那么急 派完息会回吐的 我相信 如果没有货 就不用追的 一派完 他会随正 会跌下去的 中石油 向上突破平台底部 在底部震荡 有一个头肩底模型的中石油 那么 评语呢 就是偏强的 中石油 那么 中石化 三百六 还未突破平台顶部 阻力前回吐的 那么 弱的 我给他一个评语 那么 暂时的技术分析呢 这三桶油呢 中海油 中石油 如果计这个技术分析呢 中海油的力量强过中石油的 那么 中石化最弱了 那就看回基本分析吧 那么 中海油的NAV 和股价呢 就是20 PB就贵的了 1.2多 那么 赚6毫9指 那么 2023年的数 股息率是9.62厘 那么 市盈率是7.2的 那么 那么 中石油就 那NAV 就值钱很多的 中石油 100元就 好些了 中石油就 那么 赚钱都赚9毫多 不错 那么 市盈率最便宜的 5倍多 那么 利息都有9厘多 中石油不差的 中石油 不过呢 阻力区就出现了 要等它回踩了之后呢 都是一个机会来的 中石油 中石化 那呢 中石化呢 PB呢 就最划算了 就是 净资产只有7.3 那么 现在股价5元而已 那么 大概0.8 左右 0.7 左右 就是PB0.7 是划算了 那么 那么赚钱 比这个 去年赚少了 2023年 赚少了2022年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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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石油的 PB呢 就低 那么 中石化的PB呢 就低 那么 整体来说呢 中石油 中海油呢 都可以考虑的 那么 中海油的走势呢 就强 强悍过中石油 但是中石油的整体的 基本分析呢 又比这个 中海油好些 那么 大家买股票呢 那么 你其实这两只都可以 没所谓 买哪只都没所谓 你可以分住买 每天买些都可以的 这两只股票 就很实正的 那么 中石化买不买啊 中石化都是买些东西 没所谓的 那么 主要呢 你油股现在 调不调整呢 石油调不调整 是重要的 如果石油调整的话呢 那么 三桶油都会受压力啦 那么它们不会大跌的 因为它们那个 股票价值呢 就不贵的 就是会大概 调回到七十 一七十二元都不出奇 那么 如果去 随着油价调整呢 这两桶油呢 这两桶油呢 那段时间都是一个 吸纳的机会来的 好了 那么 还有几分钟时间 那么 也都介绍一下 我们的 霸财软件的实践技巧 那么 用很快的时间讲一下 那么 简单的 就低买高买的技巧 那么 我们霸财软件呢 提供这个技术指标呢 是非常之实用 是 可以帮助到你去炒底的 那么 低买高买的技巧 个个都想的 那么 主力入场代表什么呢 主力的钱流 重不重要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我们霸财指标呢 就通过 研究这个主力的钱流 就做了一个叫做 主力吸筹 那么 大家看到这些位呢 会不会买呀 那你不知道的嘛 这里买卖 这里不是见顶啊 那么你不知道的嘛 那么我们软件呢 就有 一个 信号给大家去参考的 那么 这个呢 就叫做主力吸筹了 那么主力吸筹 究竟有没有用呢 那样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 很多同学 跟着这个吸筹呢 去做股票 在这一轮呢 就 二三月那里都赚到钱的了 包括我 那么 那么主力吸筹呢 很简单的 那么 出了一条紫色柱高的蓝线呢 我们叫做强吸筹 那么强吸筹呢 那么强吸筹呢 就是代表主力介入 力度越大 那么 那么蓝线就代表100 那么 通常那些钱流进来呢 我们电脑呢 就掃到它了 一掃到主力 咦 主力入钱哦 这样 那么我们就立刻hold住它咯 那么这只 主力吸筹就是这样的概念了 那么 那么 低过蓝红线呢 就叫中 那么低过蓝线 叫弱呢 那么大部分时间 我们在看强吸筹的 那么 那么瑞星科技 那么这些是弱啦 都会反弹的 这个强啦 这个中 没有到蓝线 中和强 都反弹 都会上升的 那么来到这个强吸筹那怎么办呢 那么究竟升不升呢 那么 那么瑞星科技就升了很多 在这个浪里面呢 就升了一倍的 七个月 那么出现了强吸筹 就升了上去的了 那么究竟我们买股票 是不是等这些位呢 我告诉大家 是 如果等到的话 赢面高的 如果你的股票是得的话 什么叫得呢 就是正正规规做生意啦 有规模啦 合理的公司啦 不要说有些公司是没有钱赚啦 只是改概念那些啦 那么 美团啦 这个刚刚美团 我们 在个中午直播的时候呢 我中午直播就 就和那些同学说 喂 这只股票呢 就出了吸筹啊 那么 那么看一下460元 跌到61元 很惨啦 跌了很久啦 跌了成三年多 四年了 那么 跌了三年多些呢 那么跌了那么多 61元那怎么办呢 那么 如果你坐艇 200元坐到来 你走光去呢 那你就很悲哀啦 那么我们出了吸筹的 见不见到吸筹啊 那么 我们有吸筹啊 那么 那么重点 我们看着吸筹去做股票 那么见到那么高的吸筹 高过那条蓝线 叫做强吸筹了 那么 那么 真是在个低位出吸筹的 我们啊 出吸筹 那么 那升不升呢 那么 那么 不止7% 拉到 拉了一倍的了 最高129元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幅图 那么 那么我们的软件呢 就是 真金不化红炉火的 你看看这个 周线图的尾团 61个 61个1 那么我们按个主要吸筹 那么 那么见到主要吸筹了 是不是 那么出了主要吸筹 这个位置 最低点的出最高的主要吸筹 这里 那么 那么我们 和和King那时 教他这个软件的知识 那时呢 大概70元 那么说出了吸筹的哦 准不准备买啊 那么这里买吧 那么最高129元的啊 精度上是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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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你70元买 72元买啊 那么 这里129元 那么你 我当你120元赚钱 你也赚了50元啊 那么 就是看着吸筹做事 这个吸筹 很实在的 那么 美团这个是指数股 所以都很硬正的 这个会 那么升了上来 那么现在怎么样 现在回吐着 那么 如果没有货的话 就不用那么心急 那么 明天就业绩 那么可能会震荡 那么 那样 回一回的震荡 终于有一天都会继续上去的 我相信美团 啊 今年盘生意不错的 我相信 那这个就是美团了 那么美股行不行啊 特斯拉 那么 384元 跌到去101元 又出了很多急筹啊 那么有钱买不买啊 那么 那么特斯拉 大股票啊 是不是 好股票啊 那么Elon Musk做生意 正正规规 这样 那么出了吸筹 就是告诉你 去买啦 是不是 好了 那么 不是升了很多 除了吸筹之后 升了六个月 升了两倍 纯利 如果你买到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 吸筹的 那个可爱之处啊 那么你说 特斯拉 美团 这大股票 两个而已 那么一定其他都可以的吗 那就看一下 NVIDIA 那么个个都懂的啦 全球 做股票 没理由不懂NVIDIA的 这个股票啊 那么美国 全球最大晶片股 都赚钱赚到呢 停不了手的啊 所有AI 人工智能 这些晶片呢 大部分呢 都是去生产的了 那么高端的哦 低端 它不生产了 还要卖很贵的哦 那么曾经呢 它都会被人震仓的呢 那么什么时候震啊 2022年那时候震到下去 一百零八元的啊 三百多元震下来 那怕不怕啊 那么震了下来 震了下来 震了下来 出了好多吸筹 那个区间 哪个区间啊 一百三十元到一百零八元 出了好多吸筹 那么那么多吸筹 那怎么样啊 那么买不买呢 如果你有钱 向尼撒拿 如果重新回到2023年 那你刚刚学我们的软件 那你买不买呢 那你有钱买不买 做不做盘呢 那你懂做盘的话呢 那恭喜你了 那年半升幅 到现在呢 昨晚的最高呢 就是一千一百六十六元 那么你一百零八元呢 我当你一百三十元买好不好 我当你 假设你食股一千元食股呢 你都赚了七八倍的 那都是看着我们的吸筹 那都是看着我们的吸筹 你拿着好股票的话呢 那就蹦蹦相上了 那你下次 其实喂 这些机会仍然有的 永远都会有的 市场 股票是牛熊周期来的嘛 那出了都会有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霸财软件的 主力吸筹 一个很好应用的方法来的 那短线都可以的 三十分钟 腾讯 看不到买点啊 都会有的 我们出了吸筹 都会升的 都会升的 那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 好多谢大家收听 下次有机会再回 拜拜